好的,我們來看一下幾個比較常見的錄影環境 剛剛我們其實已經有稍微簡單介紹過 那付費的部分呢 付費的部分一般在國內最常用的 佔有率、試佔率最高就是它啦 對不對? Evercane的部分 那另外呢有一套 這一套也是國內學家很多人用的 叫很多一些studio 一套好像也是大概一萬以上下 但是教育版應該是不用那麼高 我記得好像教育版不用那麼高 那另外呢就是Adobe的Captive 這裡面都有連結 如果老師你有興趣都可以去看 另外這個在國外也有人用這個 這個是付費的 那麼免費的呢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第一個,您要比較簡單的 像我們今天會介紹的叫Active Parenting 這一套有個好處就是跟那個簡報包括你差不多 所以你使用起來應該會發現不會太難 使用上手是蠻容易的 好,那它在影片剪輯的部分 這一塊都是完全免費的 但是如果你要發布成像我們剛剛看到那種 互動式的那種互動式的部分 它一樣可以發布 但是會有幫你加上複水印 我們PowerCaptive其實它現在也是 就是ActiveCaptive也是用這種方式 也就是說你今天試用期30天到的時候 如果你是傳到它剛剛那個網站 或者是學校搜尋平台 你的複水印會自動解開 但是如果你不是傳到那邊 你上面就會有一個小小的複水印在上面 但是還是部分功能可以用 比如說它不能匯出什麼MP4之類的 就是為了一些功能限制 但是至少它編輯性版本就有點還不錯 那我平常比較常用的是這個叫Debub Video Capture 就是您剛剛所看到的這個 那這個呢它功能很單純 就是錄影而已 就沒有剪接的功能 剪接功能它把它獨立出來 變成另外一個復背軟體 所以我就是利用它來做我們的那個 那個錄影的方面 那它為什麼會反而會小 因為它是用H.264 這種編碼 那我們這種編碼一般就是我們 就是所謂的那個Full HD 那就是那個DVD的 我們一般講到高畫質的那種錄影的 那另外呢還有幾套像這些啦 其實也都還可以啦 也都還可以 像這些CAN Studio、OCAN 也都還在可以用的範圍裡面 那這個是目前比較常見的這種 所謂的免費跟付費軟體 那麼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準備來確認一下 老師的環境 有沒有OK的 好 第一個 硬體的部分 因為大家都沒有網路攝影機嘛 我叫你打 我會給你準備 我總共炸三台 另外一台是這個 這個叫做食物投影機 肚子餓了有沒有 哈哈哈哈 都還夢 你知道嗎 就是 因為平常大家 在那個什麼 大家如果說那個 哎 你用標準的那個投影機的話 哎 那個食物投影機是滿大一台的 還要去西班戒啊 哦 上課就要看 腳步 背心 那很麻煩 這個是比較簡單 就有個帶子 這個帶子就好 所以比較快一點點 那如果老師有興趣可以 可以 參考看看哦 他是要搭配這個 他會有一個小軟體 在這邊 這樣有看到了哦 他的好事是可以這樣旋轉 他的好事是可以這樣旋轉 那 這個如果 像這樣 他可以 也可以自動對焦 所以我剛剛講的 一腳貴心在這裡 他這樣子 這樣有制度性 其實小偶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不對哦 他基本上啊 其實如果說 老師覺得 有些時候啊 我們可能會有需要就是 如果您是在一本教室上課啊 一般教室上課 不像電腦教室那麼方便嘛 對不對哦 所以可能 比如說 欸我也許有帶 一本書啊 那你要分享給同學 如果你沒有事件拍下來 是不是就比較麻煩 這個時候我就會搭配這個 這樣 翻過來 他好處是因為他可以自己翻 就是那個旋轉上比較方便 那甚至有些時候 如果老師有平板 或是手機 你想要把那個 裡面訊息給同學看 他也可以做 因為他可以做那個 曝光值的調整 就是我們 因為是發光體嘛 所以你曝光值要降低一點 他才看得清楚裡面是什麼 所以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直接給同學看 哦 這裡面的內容是什麼東西 在上面直接做講解 這樣是不是就叫食物投影機了嘛 只是他是透過 需要跟電腦這個連接 那每班食物投影機 功能比較多 那 他是獨立運作這樣子 所以是差別在這邊 那 如果您是講義式的 更方便就是這樣放下來 那他可以拉高一點點 你可以拉高一點點 這樣他團學在看以後 就會比較清楚 就可以比較清楚 其實如果拉高他 最大可以看到大概是A3 size 就是你要稍微墊高一點點 把那個 把這個高度墊高一點 這樣的話 拉高一點點 這樣可以看到比較大的 可是要有的東西可以 拍到這樣子 所以 他也可以拍照 也可以拍照 或者錄影 像我現在 我們現在那個 我現在在錄的這個部分 就是 用這個 因為他有麥克風 有內建麥克風 等於說是攝影機又加麥克風就對了 這樣您就不用同時準備兩個 一塊過小的 不是 一塊盒子 就抱著走 就同時有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所以 第一個呢 我們回頭來看這邊 好 這裡我先收起來 來 我回到剛剛這邊來 所以 你的硬體的部分 可能老師要稍微準備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我會比較建議老師用 所謂的 網路攝影機 因為網路攝影機現在 多數都有內建麥克風 對不對 那我們筆電呢 筆電也可以用內建的 可是筆電 你要看老師的那個 內建的那個 像素 好不好 收音好不好 像我這一台華碩的 我就不是很滿意 因為他前置像素有的是 兩百萬 可是效果並不是很好 那有的甚至只有一百萬 所以可能老師要自己先試看看說效果好不好 如果OK的那是最好 就等於說如果用筆電我就都不用再另外額外的東西 這樣子 那 建議是老師買的價位大概就是一千到三千中間左右 應該都不錯 我稍微抓兩個啦 有沒有 這都一千多塊的嘛 重點是他們的那個 所謂都可以達到HD的畫質 所謂的HD就是720 1280 乘以720 乘以720 也就是你一般會看到這樣的解釋 那這樣的話 如果你的 像素能夠錄得越高 那 到時候你錄下來的品質當然是比較好 會比較好一點 那 如果呢 老師您 只單純用麥克風 也不是不行 但是 會比較不是那麼建議 因為如果您單純用麥克風啊 你每一台電腦插下去 比如說像我上課都在一般電 就是在一般教室 不是用我自己nobuco的話 我每次來都要重新設定一下 我以前剛開始上課是這樣子 可是我發現 不同電腦 那個設定值會有蠻大的差異 有時候鼓起來設定好小聲 有時候太大聲 有時候忘記設定沒有聲音 所以我通常就是 會 不建議用這種方法 那 再來腳架的部分 你也可以參考看看 像我們這種現場有麥克風架是最好的 直接就把它翻到 像 這裡也可以這樣 反正你就是 有那個腳架就可以放 不見得一定要用標準的 像這個是比較輕量的 就是比較小型的 我現在上面這個是比較小型的 就是短的 可以放在桌子上的那一種 那一種也可以比較方便 因為有些時候如果 老師要轉角度啊什麼 會比較方便 那軟體的部分應該就還好 軟體的部分 如果老師是直接用 這個 所謂的 Wordercam的 基本上 軟體不用太多設定 它插進去就 設定好了 可是如果您是 用 單一個麥克風的 您最好要測一下 它的麥克風增量 因為有的麥克風特別小聲 這個真的很明顯 會差很多 有增量跟沒增量會差非常多 好 所以這個是 跟老師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的這個 長線路軟體跟 教學路要準備的工作 這樣OK嗎 好